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凰军机处 我前两天在凤凰周刊上看到这么一条新闻 应该是个真事 有一个排除所突然接到了一条紧急的指令 有一东突分子在李霞区某网吧上网 请迅速处置 那么民警就去了 去了之后 果然看到一个东突分子穿着印有东突标语的文化身份证的上网 那么警察就检查了他的身份证 在搜身的时候搜出一把枪 这个时候警察就把东突分子摁倒了 摁倒之后 摁倒的哥们就说别摁了 说自己人 咱们都是自己人 同时网吧内又冲进了几个人 说我们是公安部测试小组的 那么如果他真的是东突分子的话 恐怕你刚才就有可能牺牲了 生命安全 对 这就说明咱们现在公安部门对反恐还是非常重视的 反恐防暴 对 我觉得 反恐防暴这方面 应该说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 各方面的警力的训练 包括测试 包括各种压力测试 也都在逐渐开展起来 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网友在这些新闻看后都会觉得好像我们的警察相比国外的警察好像在枪械的使用上在反应上好像都差 都好像不如国外 但实际上我觉得很多国外指的国外其实就是美国 其实和美国比 确实我们在对这种严重暴力犯罪比如说持枪械或持爆炸物犯罪上 我个人觉得和美国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和美国的整个的国情和中国的中美两国国情主要的差异是不一样的 美国不进枪 对 一个是美国不进枪 美国对于持枪械犯罪 他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在那儿 他的犯罪分子持枪的可能性比中国要高得多 持枪的可能性比中国要高得多 持枪的可能性比中国高得多 所以说美国警察对于枪械反应处置方面经验 确实比较丰富 那么反观我们国内 由于持枪犯罪确实比较少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重大人口基数存在 使得持枪犯罪的数量并不是说就那么几起 可能会数十起 但是这数十起就有可能在当地或者是整个的舆议厂引发轩然大波 比如前一阵子在苍州宿宁发生的前后两起事 那么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案证 那么央视的某位主持人也对警察这整个事件做了一个评价 那么很多的警戒人士也对他的评价感到非常的愤怒或者是觉得很冤枉 其实我觉得恰恰就反映了中国处在一个正在转型变化的社会 就是说过去我们的警察制度是靠人民公安包括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差的环境下来实现的 那么现在人员流动越来越快 人员的机动能力也越来越强 那么过去你要说从县城走到省城 你没一个好轿交通工具没有人的话 你根本就运动不了那么长时间 现在那么有了高速公路甚至有了高铁 那么人员的流动速度会大大加快 那么一个人持续的话 以前比如说某人抢了什么或者哨兵或者偷枪了 他可能只是在当地作案 那么现在如果他掌握了乡线的话 他就可能会流算在全国作案 那么所以对警察的考验就更大 但是这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 那么我们的警察又可能不会在日常训练中加上应对枪械内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咱们恐怕咱们的民警应该也有 这样 咱们之前谈过几期防恐的问题 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说说防暴 咱们说说中国军警部门的防暴武器 二位闻过崔勒瓦斯吗? 我还真没直接闻过 没闻过 是这样 前两天我也是手欠 我上网买了一罐防狼喷雾 但是上面写的内容少许景用催泪瓦斯 我自己是没敢用的 我在网上直接买的 对 女士用的防狼喷雾 一直也没喷死狼结我 所以一直也没机会用 但是据说这个东西 我看网上有人做过实验 你如果拿它喷小猫小狗的话 很远的距离喷一下就受不了 对 他对比较敏感被提味 关于催泪弹 我给你们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我们有一个老师是武警的一个干部 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个事 他们学校曾经在组织投掷催泪瓦斯的训练 我们知道催泪弹这东西不光是被投掷 被投掷者很恐惧 那么投掷者 我们这些学员实际也是很紧张的 其中有点跟投手榴弹似的 一样 实际上他那个样子跟手榴弹差不多 其中有一个学员把插箱拔了之后 往后一甩 结果没拿住 催泪瓦斯的催泪弹就掉到后面队伍里了 而且像咱们一般人 咱们都没见过催泪弹 有人说他一脚给它踢开不就完了 实际上催泪弹在地上来回窜 它就防着你 不让你给它踢走 不让你给它踢开 就跟烟花点着了一样 对 是这样 有一种闹钟防备你 你按了它你接着睡 闹钟来回跑 你逮不着它 催泪弹就这样 结果催泪弹发音的空间是1500立方米 那么给我们这些学员给呛了 我朋友说 最厉害的几个同志从眼睛鼻子嘴到耳朵都不断的渗出粘液 那种感觉是人是受不了的 话说回来 你当初防狼喷雾到底是没试 我没试过 你没试过 我一直没逮着机会 我听了这个故事 我就更不敢试了 我觉得你这视频有可能诱导一些我们网民会亲身试一下防狼喷雾到底是什么感觉 但是肯定的是防狼喷雾跟真正的催泪瓦斯没法比 因为实际上它添加了一点催泪瓦斯 而且防狼喷雾它的作用距离很近 主要可能只是在几米之内 它是近距离的一个防身用的东西 催泪瓦斯属于大面积的杀伤性武器 非致命杀伤性武器 所以催泪弹是咱们非常重要的一款警用的防暴武器 除了催泪弹 我还想到一个叫暴震弹 暴震弹 暴震弹应该是主要 我们要是通过电视或者一些其他纪录片 主要是在劫持人质的时候 营救人质放暴震弹 短暂的通过强烈的闪光和响声 来让恐怖分子或者劫持人质的人 失去判断外界的技能 然后让警察或者是特警制服 主要是在封闭和狭战空间内使用 为特警或者是突击队赢得解救人质的第一秒的先机 先把恐怖分子弄蒙 然后再采取相关的行动 我记得我上一次看到关于爆震弹的新闻 是在海军护航编队驱离疑似海盗船 他们是从直升机上往下打 那么当爆震弹打的小艇周边 那些疑似海盗就自难而退了 但是你们想想 如果爆震弹要是在怀里爆炸是个什么效果 大号二踢脚爆炸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 这也是真事 还是我刚才的朋友提的 那么这个是几年之后了 我这朋友已经当上武警某学校的教员了 那么在一次爆震弹的演示过程中 他的一个同事也是个教员 不是同一个同事吧 不是 他另一个同事给学员演示爆震弹的使用 那么在学员史之前 教员先来 跟上次一样 还是大家排成一个队伍 那么教员把爆震弹拉开插销之后 往后一挥手 又是往后一挥手 结果正好处到后面学员的胸口 结果爆震弹就留在学员的胸口上了 然后就爆炸了 他这个爆炸就是那种巨大的响声 巨大的响声 那么周围几个人都正懵了 在胸口爆炸 再看爆震弹直接处在胸口上的学员 当时已经倒地了 这晕了 倒地 张嘴 然后目光呆滞 大家都吓坏了 我那个朋友的反应还比较快 拿了一个小手电 看个眼睛 打开一看 瞳孔是吧 瞳孔还有反应 但是当时穿的是做讯服的下长服 胸口已经炸烂了 但是之后没有什么后遗症 可能我觉得也是非致命性的武器 但我觉得要是 起码来说 如果要是这个人有心脏病或者是惊吓的话 这一下有可能也会造成的 这是很危险的 应该很危险的 还是这样 应该是学员都属于年轻人 生龙活虎 你要是爆震弹 要甩在四五十岁现在三高这些人群上 基本上脑溢血 我觉得咱们仨都够象 因为你想想爆震弹打的 在爆震弹驱离海盗的时候 打的小艇周围十几米 那还会有那么明显的效果 它就直接在怀里爆炸 对 这哥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爆震弹 可能是 其实像催泪瓦斯或者是爆震弹这类的武器装备 它有很多投掷方式 刚才金浩提到的 手扔是一个 但是现在如果说你要面临这种大规模的 人数比较多的爆空分子 或者说需要驱散的人群 其实咱们首先可以枪射 起码是可以保证一个安全的距离 因为有的时候风向飘忽不定 搞不好瓦斯的气体就刮回来 使用催泪弹的时候风向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所以说现在主要是这种枪械 另外还有 有的在一些防爆车上有专门发射爆震弹 或者是催泪瓦斯弹的一个榴弹发射器 那么它可能的距离更远一点 而且可以在大范围内形成这种烟雾 或者是催泪瓦斯的这样一个气体 就防止人群的过境的底线 或者说他们聚在一起有一些什么破坏性和攻击性的行动 还是有这些的专用的器械在里面 当然这种防爆车可能它也会有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它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路障 在这方面 我们中国还是无论是从警用装备来讲 还是特警以及武警使用的这些装备来讲 最近这几年确实是越来越全面 也可以说是像国际接轨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防爆装备从90年代以后就应该比较快速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比较年轻的看军事书 因为当时不论是兵器知识也好 还是一些其他的典型的兵器刊物 后面都会有一些防爆器材的广告 包括防爆枪 还有一些其他的武器 防防喷雾 其实我觉得你像催泪瓦斯这个事 其实很多的我们看国外的一些游行示威视频 其实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好民众也好 也有一些对付的方法 比如说用湿布来演出口鼻 包括也有这种对付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其他一方面 水炮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对 尤其在北方的纬度高的比较地区 这冷是吧 纬度高的地区 冬天挨上一个水炮 我估计今天这一半天基本上失能了 水炮这种东西第一不会造成大量伤害 而且它对人员的冲击性比对水域瓦斯还要强 因为水一旦滑 无论你是冬天还是夏天 如果夏天的话可以把人冲走 如果冬天本身就造成人体的失能 而且降温地上造成湿滑 它更无法行动起来 水炮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可以借鉴的方式 它这种防爆兵器 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驱散人群 对驱散人群 你要挨立水炮 要是在冬天得赶紧回家换衣服 当然水炮这种大型水炮车 在冬天使用也有一点问题 水箱容易冻上 所以说这个也是有利用 其实是高纬度地区 如果水箱防冻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 因为你加点盐不就行 对于机械化装备来说 这个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难题 其实我觉得水炮 为什么我觉得它比催泪瓦斯要更有效 因为它更有威慑力 而且对驱散这种暴徒 它更有让它失能的效果 当然现场就是失去这种行动能力 震慑 对 除了国内的防暴或者说反恐方面 有一些利用 其实我认为这些非致命类的武器 可能以后在海外维和的过程当中 它使用的机会可能更多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维和部队驻防的地区 包括它的一些任务区 确实包括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经常有动乱 内战或者是一些军事冲突 有的时候 它当地的一些武装分子 它不走在前面 它会让一些民众 骨骚和煽动一些民众 然后走在队列的前面 它跟后面之间拿着枪 如果说它对我们的武装分子和平民搅在一起 这么一大群人 对我们的维和部队构成了实际性的威胁 你又不可能说直接开枪或者怎么样 甚至在它开枪之后你反击都很困难 这个时候 比如说像水炮 像催泪弹 或者像其他的一些爆震弹 可能会发挥一些作用 因为它首先会把人群给驱散开 然后让他们逃散之后 可能我们留下的这些人拿着枪 可能真正会对你构成威胁的武装分子也好 或者是一些极端分子也好 这个时候你再采取一些强有力的反制措施 可能会减少对平民的伤害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威胁 是这样 那么实际上还有一点 我们平常部队使用更多的训练是像步枪手榴弹 是这一类 那么包括像这种防暴部队 它可能要针对像防爆盾牌 像这一类防暴武器的使用 对 关于盾牌其实也有一些可说的 那么现在我们武警部队使用的玻璃缸的盾牌 大概是这么宽 1米23长 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的战士就发现 盾牌不能完全把自己进行遮挡 那么同时在新疆或者在一些防暴形势比较严峻的地区 盾牌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就出现过板砖把盾牌砸裂的这种情况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综合了使用效果和重量的这么一种均衡 这是一种妥协 就说像你说的 既要结实 要能防得住这种大面积 大重量投掷物的抗击 还要能护住上下的话 这个可能能做出来 其实我觉得像那种罗马盾牌 不是 从现在技术手段完全做是能做出来 但是重量战士能不能承受住 能不能携带 我觉得这个是某些设计部门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妥协 既要能尽可能的防得住 但未必是面面俱到 还要变于鞋型 因为这个东西携带起来 我们在研究很多军事单兵装备的时候 重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很多的单兵装备都要像重量妥协 不是性能达不到 或者它做不到这么好 是因为它有必要像重量的妥协 我军的很多单兵装备也体现出了这一点 如果鞋型不方便 重量很重的话 很多的战士使用起来会很麻烦 特别是盾牌 因为盾牌的重量 现在盾牌的绝对重量应该比810步枪要轻一点 但是它不好拿 它兜风 如果你要是持盾牌进行武装奔袭的话 那就会把你累死了 对 还涉及到一个技巧的问题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未必是说我们研究部出来 是各方面一个综合性能妥协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还是回来刚才那个观点 盾牌这个东西可能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有用 而且盾牌还涉及到几人小组配合 怎么使用盾牌的效能更大 一人盾牌是一 那么三面盾牌可能达到五甚至六的效果 这个就涉及到几个人组合的一个配合的效果 那么如果更大场面 我觉得还是务防使用 像刚才我们说的水泡 水泡 能够更快的驱散这些暴乱分子或者极端分子 那么至于说盾牌 我觉得还是一些特殊场合来使用 比如说在狭小空间 在一些特殊的室内 在防暴过程中可能能够更多使用盾牌 而且盾牌还涉及到防暴使用盾牌 比如在解救人质 在这种枪战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些特殊盾牌 那也不是防暴盾牌所能承担的一个任务 没错 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的材料 也是解救人质用的 那么当时犯罪分子在车里面 突击队员扑进你的第一刹那 他是用盾牌在胸前把犯罪行人压倒 那么就等于有盾牌的遮挡的情况下 对方无法对突击队员进行伤害 我不知道你们玩不玩以前CS游戏 CS1.6版本里面 版本好好聚 因为它之前版本是没有盾牌的 CS1.6里面加了盾牌之后 你要如果使匪徒的话 你就很棘手 你开枪 它用盾牌挡 当你刚一懈怠的时候 它就可以进行开枪 对 其实我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刚才小郑说的前一种盾牌跟后一种盾牌 它的材料和功能不一样 防暴的盾牌主要是防止一些投掷物 包括石块砖头 甚至包括一些软烧瓶 防弹是防弧柱 什么盾牌 不是 其实军用的 包括一些特警使用的盾牌 它是由凯弗拉材料制成的 很小 对 它一般会是第一个突击队员 会用这种小盾牌 当然它下面还可以加装一个小型的装甲板 国外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包括俄罗斯的一些突击队员 它也会这么搞 然后它拿的是首枪 就跟你说CIS的游戏有点很相似 它是作为第一名突击队员 主要是在入室强攻当中是紧枪的 然后它排球兵 问题没答对 带着头盔 第一个东西 当然它可能主要不是负责击毙匪徒或者是恐怖分子 因为盾牌有小的观察 首先它要先看看人质和匪徒在哪儿 然后同时后面的一些拿突击步枪或者散弹枪的这些小伙伴在进行作战 而且它这个盾牌防弹能力比较强 对 一般手枪是可以挡住的 而且从吸引火力来说 恐怖分子一看有个吃盾牌的 肯定特别想击毙它 先干掉它 但是它一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吸引火力的作用 那么其他也可以让其他战友对恐怖分子实施这种击毙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盾牌使用时需要技巧 使用时需要技巧 不光是盾牌 我不知道你们在电视上法制进行时看不看 那么高端节目我从来不看 别在内上看见咱们就行了 我在法制进行时看过 有的它拿一根杆 那么前面是一个环形的套 半月形的套 那么使用者一操作前面可以把你给估住 你这个人就动不了了 其实我们新发社就看见过 看见过 你用过吗 肯定是没有 见过 肯定是见过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没有实际看得过这种使用的过程 或者它实际的逮捕这种暴乱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的效果怎么样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存疑的 能不能有效的控制住处于这种狂暴状态上的人 我觉得未必有多大效果 我来回答你 我还是有个朋友是咱们武警同志 他就说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比较管用的 那么这是有前提的 就是说你不能被它圈圈住 如果一旦你要被它圈圈住之后 你有天大的本事 那也就没戏了 失去行动能力了 对 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杆有一定的长度 你被它圈住之后 那么暴徒就攻击不到警察了 但是它的前提就是你得先把它圈住 对 我们武警部队做过测试 一般的人来说 使用熟练的 对于一般的人一下把它估住之后 他就失去战斗力了 那就把它捕获了 那么曾经拿特警也做过实验 我们的防暴部队跟特警做实验 特警比较灵活 你圈不住 因为你要对准之后 你这边还要操作 还有后续的 特警很灵活 所以就圈不住 同时也就是说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使用者要使用的更熟练 你要全部的 这个技巧性要求非常高 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 万一是特别胖的一个人 特别胖的没有这概念 跑了跑不起来 你不要指望他当什么极端分子 对 可能更好圈了 跑了跑不了 施两半就摔了 摔了都爬不起来了 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研制防暴装备 我觉得应该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历史的 其实如何让人迅速的失能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不妨向国外学一下 比如像电击枪或者态色枪 这种更有效地让对方失去战斗能力 既保护对方的身边 要让他失能 前一阵的一些新闻 大家也都看了一些视频 包括开不开枪各种东西 我们也不在这讨论 我们也不作评判者 从现在我们回头来看 有没有一些其他手段来让处于狂暴状态 或者处于令其他人或周边人群危险的人 迅速的失去行动能力 而不致命 其实我觉得是一些轻武器的研究专家 包括一些武器研究者 现在应该是考虑的问题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也说了 国形比较特殊 跟国内外都不一样 既要防备有可能造成的巨大人为的 巨大的伤害 对周围生命 包括他自己生命 包括周围人生命造成重大伤害 又要防备 我们开枪或者造成一些附带的伤害 或者引起媒体的炒作 影响我们国家警察或者公安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在研究失能武器方面 我们确实还应该进一步的加大投入的力度 因为可用的办法很多 有一些原始的手段很有效 原始的手段 你像刚才小郑说的失能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震慑 震慑 警犬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今天你说警犬就把我爱人震慑了 我们经常和爱人刚下楼 我一村门看见一个边墓 非常温顺的边墓医摩羊ahl 我按着 一스트� 其实他不具有多大的公寓 边木 沐羊 곡 很聪明 很温顺的 但是这狗一大 他就基本上有点威慑力 对于不熟悉 Din 对 实际上来人的恐惧 我以前就说人的恐惧 实际上是来自于猛兽 因为像原始人的时候 大家最害怕的是猛兽 这等于是人基因中带来的这样一种恐惧 那么警犬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就是利用了人对于猛兽基因中天生带来的恐惧 其实我觉得猛兽警犬还是军犬也好 应该说对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大的威慑 尤其在三五条狗一起狂吠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体验过 因为我学的就是专业 那么我上大学的时候 两个暑假都在北京军犬级礼实习 我们现在警庸的防暴犬有一种犬叫高加索犬 这种狗是产自俄罗斯的 那么这个狗个头非常大 确实像牛犊一样 在90年代末的时候 俄罗斯军队曾经送给咱们几条高加索犬 一般来说 外军送来的犬喂一段时间也就喂熟了 但是这几条狗个性非常强烈 狼踩子为什么不熟 个性非常强烈 为他的战士 曾经被手掌被他一下咬穿了 是吗 咬合力很强 对 非常凶悍 这种狗 我曾经站在他的犬舍的护栏前面 那么狗满嘴喷着墨子就往上扑 他的那种叫声 刚才不是说咱们出过一个爆震弹 穿怀里 对 当你面对一条狂吠的高加索犬的时候 你确实觉得你的内脏也受到震动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这是个真事 曾经有一个外军的指挥员来咱们中国军队访问 那么就来视察咱们军犬基地 当时因为你们没去过军犬基地 军犬基地有很多小门 就是小的鸽党 它实际上是挡狗的 每个狗有自己的活动区 那天当外军将领来参观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战士就发现高加索犬的活动区域的小门没关上 幸好外军将领和高加索犬活动区域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个战士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关小门 结果他一跑 那条高加索犬也看到漏洞了 也准备望出处 越让人和狗帅跑 结果还是这个战士先于他一步把门关上 避免了一起事故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高加索犬有多凶猛 他刚来到咱们北京基地的时候 他非常狂躁 那么如果外面有人在他护栏外面看的时候 他就往这护栏上冲 曾经有一条狗 他的犬牙别在护栏上了 那么把这牙别断了 满嘴喷着血沫还继续往上冲 所以我就说如果要是防暴部队携带这种犬的话 那么对于人群确实是一种极大的震慑 对 但是我觉得你也是这个专业出身的 这一条犬按理来说投入不少 那么即便是在国内衍生出来各种警犬 一条犬大概现在多少钱 你能够 根据不同的品种不一样 但是 犬有这么一个好处 就是犬的繁殖的速度比较快 凡是动物一胎能下个四五只七八只九十只的 它的价格一定可以控制下来 比如说F22 造现在这个数量是现在造价的 如果他要造个五百一架 每年造个几百上千架 那它的成本一定能下来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配上警犬或者什么 确实是一个伟大震慑力 但是对于执勤人的素质又高上一层 那么它至少具有使用警犬 那是肯定的 对吧 这种技能的技巧 所以说涉及到我们基层投入的一个问题 如果单纯一个战士 或者是他们可能他一个部队养成的话 很快就能够站岗直勤 那么如果他要带上工作权的话 这就肯定要费 从培训上要增加一段时间 那么费用上也要增加一段时间 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这些政府部门 包括这些有关部门 可能要对整个的经费使用 然后重新衡量 不是简简单 加一个器械的话 那么从人是万物灵长 使用起来很灵巧 即便说像你说的防暴杆不好学的话 但是他用过一些训练的话 也能控制住人群 但是工作权就比较复杂了 我跟小郑的观点比较相似 我认为如果说要是防暴方面 可能军权只能是作为一个在某种极端情况下的选项 比如说去追逃的时候 有恐怖分子 暴恐分子逃跑了逃到深山老林 或者是一些复杂的地形当中 你派个犬可能追击更容易 但是如果说你应对这种情况比较复杂 规模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要说一两条军犬能管用 我跟你说 其实这个也是两个概念 你说的追逃的一般是叫搜索犬 但是面对大规模暴动人群 这叫防暴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你们看不看球 我记得北京国安有一段时间 他们踢球的时候 在公体总能看到带犬的民警 那个犬就是防暴犬 那个是不是有一些零检 或者包括一些查一些违法权 因为这个警犬从品种上大概就能区分它的使用用途 比如像你说的 我们说的锈探犬 搜毒的 锈探犬 这种犬 它大概是拉布拉多 史兵格 马林努斯 像这种犬用的比较多 友好形 可爱 但是你看出现在国安赛场的那种狗 叫什么 叫洛威娜 我们军犬全力管家大头 这种狗非常凶悍 反正很少用它做嗅觉鉴别 但是专门有吓唬人的 专门有吓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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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到这种非致命性的防暴武器装备 其实现在有很多走高技术路线了 比如说咱们小时候经常看星球大战里头有激光剑和激光枪 但是现在激光剑还没有 但是激光枪确实有了 我们在北京举行的一些警用装备 包括一些相关的展会上已经展示出了这种激光枪 但是激光枪并不是说直接杀伤 我直接把钢板打穿或者把人消灭掉 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防暴类的非致命性的装备 那么它发出的激光就是这个枪光主要是对人眼产生一种刺激性的影响 对 它短时间内智芒还不会对你造成这种有拧性的伤害 那么而且可以单兵携带 形状也跟枪的形状差不多 那么我当时也是接触过 发现当然重量是挺沉的 估计里面可能有一些电池或者其他的方面 因为它的作用时间还是有一定需要 我认为这些东西也可能是 如果咱戴眼镜能防护吗 戴一般的眼镜应该是没用的 可能要专业的眼镜 防眩目镜 对 我认为它的这种装备可能使用起来更方便 比如说你发现有一些人群出现骚乱 甚至是在以后在你违和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一个照射 短时间内智芒或者是眩晕 那么你后期采取一些行动 比如说对它进行抓捕 或者说对它进行一个行动方面的控制 这样的话你就会容易很多 如果说你要投掷瓦斯弹或者是爆震弹的话 可能你一时半会还不能接近 还需要有一个时间 要等它烟雾散尽 甚至包括震爆弹也好 爆震弹也好 包括瓦斯弹也好 可能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好 另外一个就是定向的声波武器 现在我们在 定向声波武器 它的形状有点像个菱形 那么你单独使用不可能 因为人没法单独携带 主要是车载或者是船载 可能机载在直升机上安装 我估计问题也不大 这个东西可能效果更好 它是属于让人受内伤 但是不是永久性的内伤 让你眩晕 说不出的那种难受 说不出的那种难受 然后让你失去了这种 作战能力 不是作战能力 就是行动能力 或者说让你稍微冷静 我认为这种可能以后也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重点 尤其是在打索马里海盗的时候 你可以发爆震弹 同样你可以用声波武器照一照 当然我们不直接开枪 我首先让你难受难受 你就放弃截传的行动 我说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难受难受 黑叔叔就饿了 对 吃饭了 好 咱们看看玩游戏 看看这期的图 来 这张 这是轮式步兵战车 是吧 对 轮式步兵战车 还是演习期间 还有电子激光对抗性的 这张图屁在哪里 我个人看 从它的影子 包括它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这个不太像是PS的 可能就是一个圆图 在这呢 我觉得炮塔像PS的 角度不太对 对 角度不太对 但是其实也差不多 我感觉 因为它是一个旋转 旋转之后可能 是 那么结果出来了 这张图是没屁的 没屁的 那这期冬续胜出 对 下期小标打特归 那么这期就是这样啊 咱们下期凤凰军机处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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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